請這個計畫的負責人 我們的高麗香 我們的高主任 來上台跟我們講一些話 副議長 副縣長跟議長 很高興 因為我們原社在進入四十年 然後全人發展關懷協會 進入第八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能力 來標到這個案子 那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台東我們真的有很多 很優秀的這些文化創作的人才 那我們真的很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人才是能夠繼續被培植的 而且所做出來的東西 是能夠永遠被看見的 我們從這些潮體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不是一個人的力量 我們結合了很多 從我們的這些 整個的這些支持團體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設計的跟整個製作的 我們所運用的是我們在地的這些團隊 那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努力是能夠被肯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台唐的這個卡達文化工作室 原社首創生活館還有在我們的史成博物館的這個藝品店裡面 都是我們台灣自己不管是原住民或是就是我們台灣自己的這些熟悟的這些工作人員他們自己去創作的東西 我們在台東可以說很引以為傲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國務館或是很多的商品都已經是被中國大陸說淹沒了 但是在台東我們還有一群人願意堅持用手去做 然後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 我們從我們的影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製作這個我們的綠色的這個油 這是我們的倒鐵的時候 是一群的孩子參與在這個的學習製作當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樣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被一直傳續下去的 只要我們願意 那我們的孩子他們也有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否則的話 我們不知道要拿什麼去跟別人說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是台灣的原住民 我們在這邊有多麼美好的東西 如果我們這些手作的東西都不願意讓它呈現或是說沒有人願意去做的時候 我想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台都沒有可以垮口 因為已經全部都一樣了 每個地方都全球化了 但是當我們把自己的特色展現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吸引別人來的一個很大的資源 所以我很謝謝我們的縣府 跟我們的地方的這些文創的這些工作人員可以一起來努力 那最後真的是還是一句謝謝 那希望這樣的一個合作機會可以是一直持續下去的 讓我們的工作人員真的生活是能夠穩定下去 然後孩子是可以很快地成長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高麗香表主任 謝謝他們的團隊來為我們台東帶來一種不同的文創的氛圍 那當然這個計畫裡面除了執行單位裡面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設計師 所謂的設計師 那我們設計師也在我們現場 我們的李佛賢 李設計師 你的頭髮給我白了一點點 沒關係 還是可以上來 他是這次草圖議事設計工廣的負責長 也是我們這次的計畫主持人 來 我們請他來為大家來講幾句話 來 喂 大家好 那個 副縣長還有議長還有在場的長官 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大家會坐在這裡 是因為我們團隊搞了一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呢 可以分兩個層次講 第一個就是 我們試著讓傳統我們在縣字裡頭看到那很生硬的文字 可以跑出來 然後可以跟著大家走 然後透過這個消費的過程 買T-shirt的人也等於是把台灣的好買著帶走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我們這次的T-shirt主題是 台東迷霧制 那我們設定了四個主題 大家可以想像成 他是縣字裡頭 我們能夠看到的四個篇章 就是有農作章 農作篇 然後地景篇 工藝篇跟音樂篇 那我想可以請大家用縣字的角度去看 因為台東的好是很厚的 他的深度是很深的 那另外一個過程就是在我們團隊在做這個案子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嘗試去想說 台灣的文創在整個架構跟整個發展上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可能跟機會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這個案子的執行過程裡面發生 他是互相學習 就是我們社會團隊跟在地的工坊 創造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想在這邊跟大家介紹 在這整件事情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台東的國寶級的米花婆婆 因為在我們這個案子裡面呢 其實參與的團隊必須要到在地的工坊去學習 我們必須先知道台東的好是好在哪裡 是怎麼樣的好 那我們才會進行到說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把台東的好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到棉花婆婆那邊 學習了怎麼樣用棉花 碾成線 再上到製布機去製布 所以我想在這邊介紹大家 今天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 那個都立地主角 那個都立部落的棉花婆婆 我們請她 還有 理事長小白 上台跟大家說說話 我們歡迎我們的棉花婆婆 你都立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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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她已經83歲了 所以只能走到這邊 來 再次掌聲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台東真的國寶 我們廖姐妹 大家午安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到這邊來 那我跟馬木講說 我們等一下要走紅地毯 她就開始緊張了 所以我跟她說 一定要走那個紅色的 所以她既興奮又緊張 緊張的是又不知道要說什麼 這麼多年了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在這邊 她也很高興 所以剛剛在那邊 我說很多人跟她講 你今天是第一女主角 是是是 過了是 對 今天是那個體騙殺手 她就很興奮 那在這邊我就把麥克風交給她好了 那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好 好 好 來 只有一句喔 需要我翻譯嗎 你沒有幫她選擇子 好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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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緊張,也趕快翻譯了 他說他十三歲的時候 開始學習做棉花的織布 因為當年沒有衣服可以穿 他說那個時候都是裸身的 都是裸體的 沒有什麼衣服可以穿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有種棉花 那除了部落這邊 都立部落這邊 除了有駐馬之外 接下來就是棉花 所以他老人家 他的父母親 他的媽媽應該講 就開始叫他認真地學習這個棉花的工藝 一直到現在 然後到十六歲的時候才開始 真正在學習這個棉花的工藝 那個媽媽說 他是從十三歲開始 先從那個碾線開始學起 然後到十六歲的時候才開始 真正在支付 因為這個三年的過程 也是滿長的啦 就是說你要透過那樣的一個技術 要把那個棉花 彈棉花 然後再把它碾成線 因為不容易 所以要把那個線 碾成非常非常的細 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大概十六歲的時候 就才開始支付了 因為他們也忘了 或者在家... 因為他們也忘了自己 他們也忘了自己 所以他們也忘了自己 他們也忘了自己 他們在一起 他說他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做傳統的服飾 傳統的衣服 雖然年紀這麼大了 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動 好,很精彩 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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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木说 是希望我们后代的子孙 在座的很多的工艺家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如果你们想要学的话 哪怕是只有一个人 他会非常认真的教这一位土地 要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认真来教 至少要有一个 我们部落里很多妇女有在学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是希望在座所有的工艺家 能够有那个机会 拜访到独立这边来 能够跟着麻木一起学习 所以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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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木说 如果他愿意学习的话 他要7-11 24个小时教导 直到他会为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就讲到这边 他说很重要的一点 男生也可以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麻木 拜 好 来 那我想我们 他的一席 一席的谈话之间 我们也不见地感受到 这个文化 的确是有需要再继续续下去 所以我想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独立找一下 我们的这个 廖吉妹 这个人 国宝 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个 莲花的这个技术 能够继续续续下去了 好 接下来 最请到的 要表演的 是由 我们的 廖恒 你的廖恒 他为我们带来 也是一样很轻松 协议的歌 还有我们的这个 鼓手 打开 来上台 上台为我们表演歌曲 另外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除了这个音乐图像 还有龙座图像 另外就是工艺的图像 那工艺图像 我们朝廷里面 这个设计的 大致上 主要是以 芭蕉花手绣 芭蕉花手绣 那这样主要 调制胸前 用阿美族的布纹 以及桃红色渲染 呈现一种流动感 那这是由这个 阿达跟台湾 卡塔工坊所提供的 这个 这个款式 好 好